将积极的历史故事融入积极小旅行的内容与典故当中 是积极形象商圈与故乡临危所合作DIY体验当中的特色 其中包含清朝时期的林爽文以及将军海兰茶 让游客体验过后对于积极历史与古迹可以留下深刻印象 有内涵又好玩 游客体验农场制产的青石DIY 除了做最好吃的三明治与下午茶之外 更可以从中了解 积极镇的历史与清朝时期林爽文之间的故事 那我们今天游客来的话 做那个DIY的话 就是做那个自烧吐司 还有因为有其中有一个海兰茶 有到台湾来 所以我们今天DIY里面有做一个海兰茶 那我们在做的东西有两个 一个是爽文字烧 还有海兰茶 那爽文字烧比较简单 就是烙印一个爽字在三明治上面 对所以它就爽文字烧 烧上去的 对那另外一个东西叫海兰茶 它是海盐还有蓝色的蝶豆花冰块 然后下面是茶 那组合起来的 所以从上面往下看就是海兰茶 那这两个人物呢 它是历史人物 以前都有来到积极 将积极的历史故事 融入小旅行内容与典故之中 是积极形象商圈与农场业者 所合作DIY体验当中的特色 除了了解林爽文故事之外 就连这杯带有蓝色的饮料 也一样有典故 这个藉由这个名字来 让大家还有小朋友认识古迹 还有认识古时候的那些历史讲 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办 那我们希望 我们这个活动可以越办越顺 然后用这个活动 让这边的所有的店家 农夫都可以得到收入上的提升 然后用这套行程把它包装起来 让我们的游客可以更认识积极镇 那希望他们可以参加完这一次的活动 得到感动之后可以把感动转成消费 不论是爽文炙烧还是海兰茶 除了显示积极形象商圈 与农场业者的创意 也将积极镇历史典故 透过DIY让游客感到有趣 有印象深刻都说愿意推荐亲友 来到极其镇玩一档小旅行 记者蔡时期极其镇采访报道